SSMDG Classic Racer V8 Sports Car Showdown 2024 第四回合 去到阿爾薩斯村莊賽道進行 排頭位有銀組車手John 另外林寶在第二位 John已經連續兩回合獲得頭位資格 Ben Sir在第三位 他的死黨Franco在第四位 第五位有KOK 旁邊也是傑傑仔 另一位金組的車手家雄在第七位 Caral在第八位 六組的Peter能夠上第九位起步 Berserker在第十位 在後面見到十一位有Billy 十二位有Kelvin 加希在第十三位 K在第十四位 第十五位見到有Samuel 而Cynthia在第十六位起步 來到這個回合 每一場會鬥十一個圈的賽事 第一場車也是正式起步 大家一起起步的時候 看到第二位的林寶 反而殺得上來就快點 搶了John的頭位 而Ben Sir繼續守著第三位 Franco在第四位 加雄第五位 KOK在第六位 阿爾薩斯賽道 位於法國 也是來自GTSPORT的虛爾賽道之一 這條賽道全長5.4公里 一共有十七個彎 當中其實也有快彎 上斜落斜 也頗考驗各位車手的控制 這邊是傑傑仔 在第七位 追著前面的就是KOK Ben Sir在這裏 和Franco在爭取第三位 剛剛開始的時候 就是Ben Sir在前面 但這邊已經到尾段 第一個圈 Franco就上去第三位 去到最後十五十六十七號 出比彎的時候 也留意有機會會撞牆 John在上一回合 也是排頭位起步 同時也贏了兩場車 在第三個回合的時候 這個回合似乎繼續強勢 而Bersaka反而在這回合的表現 就有點回落了 這一刻就在第七位 後面就是傑傑仔和Kao 大家的車身顏色也極度相似 這條賽道當然也頗長 亦給了很多機會 車手可以發揮 當中也有不少爬頭位置 去到第三個圈的時候 這邊也看看 後面的位置 有就是Billy 這裡到七號彎 這隻是左彎 然後又下斜 下斜是衝上八號彎 正當想衝上的時候 Billy這邊就被炒了 至於Bersaka又如何呢 其實看了這麼多回合 一直都說 這位今季新加盟的車手 亦都拿得非常進取 但沒有提到的就是 其實它是用VR玩的 這下厲害的 沒有頭暈 可以跟你鬥足這麼多個圈 鬥足這麼多場 但剛剛也有個時刻 就炒了出去 這邊 今早的嘉雄 拿著平治的C63 追著就是KOK 4個C4 KOK在這次 亦都穩定了很多 變成總成績的地方 其實都可以 很快一對 一直在追上來 在前列的位置 在這回合 嘉雄的操控 並非太過理想 一直都好像環得環失 在這一站 尤其是C63 但他自己發揮得不太好 所以排位也不是做得那麼理想 只是在第七位起步 但其實在這個回合之前 他總成績一直排在第二位 一向非常勤力去操車 以及鑽研這個設定 來到第八個圈的時候 Carol就在第八位 這裡其實也有不少快彎 所以拿著寶馬M4的同組車手 其實也有得發揮 但一說話還未完 Carol就自己有失誤 打了八甲鑽 值得一提就是六組的車手Peter 非常聰明 Race Pace 亦能保持得到 相對地他車的操控比較容易 這邊雖然脫脫尾 但也能夠救到 所以他的Race Pace 一路都能夠 做到一分五十四秒 堅持得到 變相可以在中游的位置 一直押到一個席位 去到賽事的最後一個圈 在第一場的比賽 排頭位的John 雖然早段被林寶搶過頭位 但之後他也是超級穩定的發揮 加上上回合表現好 信心亦大增 結果他有一次Pole to Win 贏得到今季第三場賽事 而林寶是第二名衝線 Franco力壓是Bem Sir 得到第三名 而嘉雄是第五 KOK是第六 John也是這場比賽 得到快圈的一分 狀態大涌 看來可以繼續保持 第二場比賽 排頭位就是John 左邊的Graphic是不適合的 不過不要緊 起步後很快已經調整了 John在頭位起步 旁邊是林寶 第三位是Bem Sir 嘉雄第四 Franco在第五 在後面有KOK、Basaka、Peter等等 每一場比賽都是鬥十一個圈的賽事 第一場比賽的John 即使要再加多50公斤上去 其實也沒有太大問題 看到他 後面就是林寶 然後就是Bem Sir 後面就是嘉雄 嘉雄 今場有全新的軚盤用 但其實他沒有太多時間 去摸熟 去操練 所以基本上就是直接就來了 但是表現都不錯 這一刻就是第八位 至於上個回合 其實先前也因為網絡不是很穩定 影響了Cynthia的參賽 今場就OK了 網絡比較穩定 但是也有時候看到 是固定的 不過就不算有太大的影響 在畫面上就看到 好像車子經常擺來擺去 但其實也受到網絡有些少影響 在後面十五位有Samuel 這邊就幾個都是綠組的車手 至於前面John 就帶著第一個圈回來 第二位就是林寶 第三位就是Bem Sir 嘉雄也衝到上去第四 Franco就暫時守著第五位 第一場車也能夠上到頒獎台的Franco 這裡也繼續比較有耐性 一路就是去等 先前很多時候都是差一點運氣 可能是被其他車波及到他 一下子撞了下去 飛了出去 所以他最重要是求神拜佛 其實就不要有那麼多這些問題 就讓他專心可以開車 似乎這個回合是可以的 林寶繼續守著第二位 原本這條賽道 因為其實多快彎 以為同組的車手 拿著寶馬的M4 可能會有些優勢 但是事實上 其實反而就是車身重的車 在過彎的時候 又穩定一點 變成在彎速方面 又賺了不少 再加上有很多一些上車的位置 變相馬力大 爆發力好的車 也有好處 這邊叮噹碼頭 林寶和John一起撞進去 就是最後那個Shaking位 15、16、17 最終林寶過了John 就是帶著回來 暫時搶了頭位 稍微跌了下去 Ben Sir繼續在第三位 Franco 陰一點陰一點 過了嘉雄上了第四位 另外後面的車就白雪雪 但是就是今季的黑馬 就是KOK 就在第六位 又全身軚盤的家晞就是第七位 怎料嘉雄在這裡失控 自己就飛了出去 出來的時候 其實後面的車也有所影響 來到賽事差不多步向一半的時候 Franco 陰一點都一直很有耐性 沒有貌貌言做什麼 一直都看得很穩定 現在就繼續在第四位 這一下就放了內蕩 雖然被Ben Sir撞了一撞 但是仍然可以維持 然後再出來四號彎 這個左彎 放了內蕩 就可以把Ben Sir隔開到外面 又有機會 可以挑戰一下 這些分場冠軍 穩穩定定地上隊就第三位 但是Ben Sir被他過了之後 亦都咬著不放 繼續在後面 找機會 是想再爬回去 在這十三號彎 這隻右彎的時候 又有機會 再爬頭 互相再騙過 來到後面這一段 速度比較高 高速衝過去 但是就要收到 最後這一個 十五十六十七 這三個彎 中游位置又如何呢 這邊就看到 他們兩個好兄弟 傑傑仔 現在就是追著 就是CAL 這邊CAL 好像自己 就是讓開了 但是其實CAL 比賽中途的時候 軚盤 也有 迪迫的情況出現 所以又是 不可以作準 這裡 跌了下去 就是第十位 被傑傑仔 上去第九 這一刻就沒辦法了 軚盤迪迫 這一刻就 最重要是 迫迫 這個世界 如果連接不到 就被傑傑仔 這裏就沒有機 就這樣放下了 前面 誓要重拾火箭 美譽的Franco 暫時就在第三位 但是開始 就是 阿John的 屁股 已經對著 林寶在前面 繼續帶開 但現在Franco 繼續去挑戰 阿John 就是銀組的車手 就是開了 Mustang 這邊 反而輕鬆地 過了阿John 阿John 也不硬來 可能看到後面Franco 也快很多 所以 都無謂硬 後面Bam Sir 打算 誠勢再打一把荷包 順便 走路過 不要錯過 既然前面過得 他又打算 再舔 但是暫時還未行 KOK 在後面也跟著 三四五圍 三部車 這邊 嘩 一齊 砍進去的時候 阿John 差點失控 但是還可以保持 三架銀組的車 大家都開著 就是福特的Mustang 一起這樣 繼續砍 三架車當中 其實B.O.P.最重 就是阿John 133kg 而 Bam Sir 108kg 反而後面 KOK 最輕 B.O.P.就是37kg 剛才說過 他們三架的Mustang 在彎心速度和穩定性 都有這個優勢 他們三架車一路 都鬥得很厲害 K.O.K.就稍為厚一點 但是Bam Sir 和阿John 在前面 不斷隔劍 這邊一號彎 這隻右彎 然後衝出來 可以 這隻二號的左彎 反而去到三號彎 另一隻慢的右彎 就是一個爬頭機會 這裡一路均下去 接著 就是去到 剛才所說的三號彎 阿John 這條線 仍然都能夠維持到 接著 Bam Sir和K.O.K.都是 跟著 在這一個 後面 至於前面 那一方面 阿John 被Franco過了之後 都繼續 守著第三位 一樣都是他們 那三架車繼續 但 已經沒有那麼緊 已經 這邊 瞭瞭瞭瞭瞭 日子都能夠 車尾有點擺放 會不會損失了時間 讓Bam Sir有機可乘 已經到最後一個圈 來到最後三個彎 進入右彎 阿John 還能夠頂著 後面 K.O.K.也一直沒有位 這三架車 基本上 在最後幾個圈 大家一起都不斷鬥 最終 阿John 守著第三位 Bam Sir 就是第四 K.O.K.第五 那誰贏 贏的就是 林寶 林寶 第一 Franco 第二 又是他們三個上頒獎台 來到第三場 排頭位 就是上一場 做第四位的K.O.K. 抽到排頭位 旁邊就是K.O.K. 但起步就慢了 後面的Bam Sir 心急 打算避開去抽出來 結果自己就糟糕了 反而馬上被其他的車 全部通過了 而K.O.K. 頭位起步 看來也有點緊張 變相 很快 都已經不斷掉位 跌了下去 就是第五位 K.O.K. 成勢 上了頭位 然後John 又繼續在前列 當然 還有林寶 又是他們幾個 還有Franco 在第四 Kelvin 跌到第五 旁邊就有 家晞 在沒什麼操作的情況下 用這個生態盤 其實家晞的表現也非常好 Basaka K.O.K.在第八 這個回合 其實頭兩場車 看到他們幾個 來去去都是 John Franco 林寶 K.O.K. 都是表現好的車手 頭兩場 都是同樣的三個人 上這個頒獎台 這裡是較後的位置 看到第十二位 就是K 後面 就是K 藍色車的 就是K 靠這邊 亦都 放進去 K 亦都這樣 炒了出去 飛了出去 草地 前面K.O.K.繼續帶頭 一直都說 其實今季穩定了很多 你都看到 很少炒車 這邊 家晞亦都撞了撞牆 這個位置 就是出尾彎的時候 拿得盡 就會有撞牆 這個情況出現 所以都考功夫 在最後的十五十六十七 這個 轉彎位 那裏 家晞一場比一場 拿得好 越來越 摸得熟 全新的 軚盤 去到 這裡 就是第四位 每一次出關的時候 自己前面K.O.K.繼續帶著 後面 John 林寶 家晞幾個 互片 Franco 又用他的殺手拱 就是耐勝 在後面 就是看著 不變應萬變 以由制光 打算 不參與太多的互劈 保持著自己一定的戰鬥力 林寶 在三號彎 打算內蕩 放置 但是 還未可以 John 仍然守著 繼續 他們在這個回合 基本上 就是三場車 他們都是這樣 大家互相捏 他們兩個在這裡捏 的話 變成前面的K.O.K. 所以 後輪 沒有那麼著火 舒服一點 可以繼續在前面 自己開自己 這裡 繼續頂著 第三位 就是 林寶 前面追著John 但是後面 也要小心 就是火箭 Franco 在後面 其實都是虎視眈眈 還有 就是家晞 來到第三場車的時候 一直 勁著前面 希望可以爭取 他也是站在椅子上 現在只是第三個圈 這裡也刺得很緊 有一點點失控 但是還可以 就是抽得住 2,3,4,5位 這四架車 互相形成了 就好像兩批在這裡鬥 2,3自己鬥一鬥 接著就有4,5 家晞 也是自己鬥自己 一直追上來 看看可以怎樣拉近 跟前面的距離 就是家晞的距離 家晞在這一段 被Franco 放掉了 這邊 亦都 在8號彎 這裡 7號彎 7號彎 被家晞 亦都過了 這邊 右彎一路轉 才是大的 右彎就是8號彎 比賽 到了中段的時間 這邊就是 Bassarca Bassarca 這個回合 真的 不算太得心應手 想進攻也沒辦法 這邊 又自己一個失誤 又滲了出去 其實不斷滾出去 至於Bem Sir 來到第三場 這裡就是第七、第八 旁邊的那輛 就是綠組的Peter 一直說 其實Peter 拿著 Kamaru 都能夠操控上面 有一定的優勢 這邊其實大家都亂 撞一下撞一下 結果 Bassarca 亦都 有個意外 出去了 前面方面 John 繼續在第二位 追到前面的K.O.K 以為可以放生 誰知道 搞兩搞之後 John 始終速度都高 這邊 繼續 可以給壓力 就是K.O.K Franco 其實音音音 上了第三 在鏡頭沒有交代的情況下 過了就是林寶 現在 只是第六個圈 四架車已經在前面 自己鬥了 去到第五位 嘉雄 稍微 墮後一點 加希 早段的時候 都能跟得到 但是現在 只能夠 捱了下去 就是第六位 前面的K.O.K 仍然可以 先撐住 以為可以放生 誰知道 後面 真的快 在這回合 看到John 每一場 競爭力 都是很高 Franco 亦是得心應手 無論每一場 慢慢慢慢加上去 都沒有問題 反而越來越好 反而 車重方面 穩定性更好 反而 駕起來 就沒有那麼飄 這輛車 來到第八個圈 K.O.K 這邊 飄移地入彎 開始感受到 壓力 但是 使盡 渾身解數 守住第一 至於 Franco 也看到 有機會 看到 前面的John 在追K.O.K 的時候 有些失誤 所以 在後面 趁這些時候 希望 撿雞 還有 第四位 林寶 也在看著 Franco 這一刻 上去第二 將John 打了下來 但John 也不是善男順女 讓你過了的話 不會輕易 就這樣 一定 做一些反擊 剛剛那一刻 不成功 現在跟著第三 K.O.K 可以繼續 拉開 到了 最後一個圈 Franco 越開越有 也開始 碰到 K.O.K的車尾 今季 Franco 暫時 還未贏過 車 希望可以開齋 在三號彎 過了 K.O.K 但是 同樣地 起油的時候 K.O.K 一樣頂著 大家 都是 銀組的車手 除了 第四位 林寶 四架車 一起開燈 撐著 每個人 選擇一條線 這樣進入 最後這兩個圈 維持著 這樣 這裡微微上斜 之後 攻去這七號彎 轉過頭 已經到尾 到尾 到十三號彎 四架車 三條線路 一起衝進去 然後 到後面 後欄 這段 可以快一點 彎不是很大的角度 所以 都可以 比較高速 但到十五、十六、十七 就要收 K.O.K 仍然 保持著 第一位 John 都拿到很盡 Franco 反而 保守 安全一點 展開就是最後一個圈 但是 進一號彎 Franco 內蕩 頂著 就是K.O.K 接下來 有一條短短的直路 這段 還可以給K.O.K 還有機會 還擊 快速的左彎 一直 一起 K.O.K 果然 在內蕩 一直 但是 下一隻 三個彎 未夠 K.O.K 仍然 可以 維持著 John 在後面 繼續 力追 反而 林寶 在第四位 暫時只有體字 後面 第五位 第八 最後一個圈 Franco 再找機會 第二次 五個彎 過了 K.O.K 一直 等待 等機會 最後 John 太厲害 自己 出錯 跌了 跌了 第七位 這個場地 也會跌 Franco 最後三個彎 但是 今天 非常暢順 結果 亦給他 完成 頂住 第三場 贏到 這個比賽 今季 終於開齋 K.O.K 功虧一季 只能獲第二 林寶 上第三 加希 第四 Ben Sir 是第五位 Franco 也獲得快圈的一分 總成績 林寶 繼續搖搖領先 K.O.K.第二 Ben Sir 第二至第七位 其實只是相差 23分 至於 這個回合 得到好成績 就是Franco 最主要是 排位做得不錯 在P4 起步 今集的三場成績 每一場都上到頒獎台 321 Doremi 倒數上去 再加上兩個快圈 和一個領先圈 結果 一共獲得55分 就算有 附綁加重 對他來說 也沒有影響 Franco 對上一次投射 已經是上一季 S660 比賽 接下來 下一個回合 都會繼續 在虛耳賽 比賽 究竟去到哪一條 各位 繼續留意 緊貼 SSMDG 繼續留意 我們的精華 下一個回合 再見